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不容易造出个康贤盛事 没想到却是末日与鬼 1840年之后便惨不忍睹 曾经强盛一师的清王朝 也成为了列强宰割的小绵羊 细心的历史迷贵发现清朝非常有意思 因为一个女人兴盛也因为一个女人而灭亡 这前一个女人就是孝庄皇太后 后一个女人就是慈禧太后 这两人都被称为老祖宗 但是前一个女人帮助亲王朝顶顶中原 为大清的兴盛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后一个女人则成了丧权辱国的代理名词 一臭万年留给后人的只有不觉得骂名 首先咱们先来介绍 介绍第一位其女子孝庄皇太后 她出生于蒙古科尔县草原 是一位典型的蒙古姑娘 她生于明朝万历年间 后来嫁给了努尔哈氏的弟八 个儿子黄太吉为策伏记 黄太吉后来在圣经称帝 与明朝正式决裂 伯尔记吉特氏也被封为了装飞 黄太吉驾崩之后 在万分危难之际 孝庄皇太后辅佐儿子弗林即位 但没想到弗林早死 孝庄又选中了年仅八岁的康熙为帝 在前期的宫廷政治中 孝庄皇太后为几代皇帝出谋划策 但是却从不轻易干预政事 始终恪守爱新觉罗先祖定下的后宫不得干政的族序 因此孝庄皇太后在朝中的威望极高 就是全清一时的老百 都不得不让其三分 顺着皇帝死后 满朝文武因皇帝年纪还小 便怜明上表 请求孝庄太后治理朝政 而孝庄太后却用一句话 将这些拍马屁的奏章夺了回去 祖宗有序 后宫不得干政 孝庄太后这句话 明显是想为后宫后宫的女人做一个绑 防止有后宫女子毛泉篡政 也正因为这句话在清朝初期到中期 一直没有女人能够左右朝政 保证了军权一同 当然关于孝庄太后还有很多的传闻 例如当年是否下架多尔滚等等 实际上这些都是空穴来风 孝庄太后与多尔滚之间确实有不为人知的政治交易 但是下架多尔滚这还不至于 这些只是电视剧的胡编乱造和街头巷尾的传闻而已 不可否认孝庄太后对清朝的兴赏公墨大焉成为了历代女子学习的楷模 而清末的慈禧太后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与夏庄太后相比 慈禧太后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并不逊色 年仅二十多岁就发动了新有政变 搅除了以素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 在内部政治斗争中 慈禧太后虽然利欲薰心 但是却是个相当厉害的角色 但是在外交方面慈禧太后却成为了列强任意凌辱的对象 唯有奴言蔽息而已 派李鸿章签订新丑条约之前 慈禧刻意嘱咐李鸿章 一定要将自己从联军的罪魁祸首的名单中去掉 为此可不惜代价 甚至要量中华之武力 皆与国之欢心 也正是这一句话让慈禧一臭万年 让人们充分看清 那慈禧色厉内人的本质 慈禧执政的四十八年的时间里 彻底将清王朝短送了 如今还有不少人 自称是慈禧的后裔 准备为慈禧翻案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清朝两位优秀的女人 因为选择不同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 一位流芳百世 一位遗臭仙谷 实在让人叹息不已 参考人县 青石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